你是一生說這次外光線 又發生了什麼事件 就算遙控其距離 我只有一空遲緣 我仍陷在沙發裡面 我寧願 看你慘怒和抱怨 也不想說再見 我寧願 一起只相談 我寧願 不想傷害 我寧願 看你慘怒和抱怨 也不想說再見 整個是很好 但我給它批示一下 好 好不好 徐小花 小花 小花 你好 可以了 可以 可以了 憲哥 等一下 這邊什麼意思 什麼可以了 女主角 對 原來是一位人間凶器 是 門薩組織 是智商世界的百分之一 來介紹一下 門薩 門薩組織是1946年 在英國成立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然後目前就是全球大概50多個國家都有分會 然後如果要加入這個門薩組織的會員的話 就是要通過門薩的一個智商的考試 智商只要超過130就可以加入了 可以入會 對 然後完全不用分你的 種族 職業 背景 年齡 性別都不分 而且他還參加那個比賽 唐鳳還是他手下敗家 唐鳳那麼強 這比什麼 是比 算是黑客松 Application 對… 就是24小時要關在一個會議室 然後在現場把那個code都寫出來 伸出一個APP 這麼猛 24小時 24小時 這麼快 對 然後都不睡覺這樣子 其實唐鳳那時候也有參賽 只是說最後我們拿冠軍 這個才女還真的不容易 對不對 太斜槓了 在中國大陸這個叫色意雙心 對 有沒有 外貌也厲害 才藝也不錯 頭腦也厲害 進行這段邊唱邊寫字 是嗎 不是一般的寫字 它是一個切換就是圖像 怎麼說圖像記憶的那種感覺 我可以切換筆畫跟外框 這是一聲說著此外光線 有發生了什麼事件 就算要空氣距離 我只有一公尺原 我仍然在沙發裡面 你離開後的空氣太過濃稠 我一懂也不能懂 过去的记忆就像是 慢点了的世界 模糊现实的界限 我宁愿一起吃香菜 我宁愿互相伤害 我宁愿看你惨怒和抱怨 也不想说再见 我宁愿一起吃香菜 我宁愿互相伤害 我宁愿看你惨怒和抱怨 也不想说再见 和你一起吃香菜 就没有互相伤害 和你一起吃香菜 也许就没有拜拜 综艺大热门 收视第一 而且真的唱得很老钉 对 谢谢 唱得到 可以写献哥的名字 真的吗 对 我可以写一下 很快速 对 很快速 我怎么有点越写越丑的句式 可能稍微 稍微有点紧张 对 我有点紧张 线不好写 线不好写 只会比起我一下 整个事很好 但我来批示一下 好不好 你能够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